請問你掉了是這顆帶久了 我都不能講的你要把這顆 還是這顆跟你耳朵非常不合的 AirPost 啊 怎麼學 到底 又來到 做完頻道 歡迎收看收看小明星 我還可以上席路人的Days 今天咱們要來講 蘋果最偉大的發明 AirPost 不用懷疑的 AirPost 絕對是當今世界上最好的 耳齒收集器 直接用無線耳機 你不要瞎拜好嗎 沒錯 就是AirPost 其實我一直覺得AirPost非常的貴 小小一個耳機要賣到5、6、7、8千 我真的覺得以一個小耳機來講 這樣有點偏貴 然後我真的買不下去 剛好那時候我在工作 工作的老闆他就送了我一副一彈 非常感謝他 然後就是一直用用用到現在 這東西好像是還沒用過之前會缺他 5、6千塊有點貴 但用過之後 以他的出勤率跟方便性來講 這5、6千塊真的花的非常值得 之後呢又出了AirPost Pro 就是變成入耳式 還有增加了背景抗炸 還有3D空間音訊 AirPost Pro呢我用的也非常的爽 但是我不知道是我的耳朵的問題還是怎樣 只要是待比較長一點的時間的話 像有時候在外面剪片 一剪可能就是5、6個小時以上 我真的沒超過1小時 我就會把這個拿下來 掏一下我的耳朵 我的耳朵超級癢 這已經不是新元節一個新演員 結婚之後偷偷想我的那種癢 真的就特別癢 要是有長時間使用的話 就會開始變耳朵很癢 然後就是要拿下來掏一掏 好 誤知說外面這樣就有點失禮 所以三代推出的時候 我看到討論版上 很多人都說只差2千 一定要只上Pro 會有更好的降噪功能 用起來更爽 我今天就是為了試試看 三代是否比較不一樣 在最近沒什麼缺貨的情況下呢 給大家賣一下 這次三代的包裝呢 連塑膠膜都沒了 跟新的iPhone兩片 這種貼紙式的 可以撕下來的爽感 還是不錯的 裡面附了跟Pro一樣 USB-C to Lightening的線 其他沒有什麼太大的驚喜 或者是不同感 三代的充電盒 其實長的跟一代的充電盒 打痕差不多大 然後三代的視角 會再更圓潤一點 整體又比Pro小了左右一圈 這是個中庸的胖子 中庸的胖子 其他摸起來都差不多啦 耳機本人外型長的跟Pro也蠻像 就是少了前面的道士的軟膝 還有它這個線條的粗細不太一樣 但三代側邊這個比Pro胖一點點 其他大致上看起來都差不多啦 摸到這讓我感覺像 低配版的Pro 概想大概就這樣 接下來我會使用一段時間 然後我來評比一下123代 再給你們一點結論 1 week later 經過我一週間的測試AirPods 3之後呢 我直接給了結論 我覺得音質是好於2代跟Pro的 但是配戴方面反而讓我覺得 是這三款裡面 我覺得最難戴 跟我耳朵最不合的一款 好 接著我來細講一下 我覺得它音質的部分呢 如果跟12代比的話 我覺得是非常有感的提升 你會覺得3代的聲音真的非常好聽 而且如果你之前是用12代的話 這個還有空間音訊 所以你會覺得蠻有升級感的 但如果你是跟Pro比的話呢 我覺得Pro跟三代之間 就是88跟90的差別 三代的聲音聽起來 會再比Pro感覺更細膩一點 剛剛有講到空間音訊的部分 我覺得三代的空間音訊感 比Pro 聽起來感覺更立體 就是空間感覺比較大 所以如果喜歡蘋果這個空間音訊的 我覺得三代的體驗蠻不錯的 但是三代又沒有降噪功能 有時候在外面的場合 我會蠻需要降噪功能 我覺得會讓我更能保持專注 然後不會被影響 但是 這個帶久又很癢 真的會讓我有一種 胡中女生 請問你掉的是這顆帶久了 耳朵會癢的AirPods Pro 還是這顆跟你耳朵非常不合的AirPods Pro 怎麼選 到底 除了聲音跟3D音訊的部分 就是三代它的續航更長 可是其實這個我感受不太出來 因為我一天在外的時間回家 都還是非常有電 所以電源更強效對點 可能要更強效的使用者 才會比較有感 我是中度使用者 我覺得跟之前差不多 欸 我發現有一點是 雖然在蘋果官網上的比較AirPods 兩個一樣都是寫MagSafe充電盒 但是三代這顆 可以直接吸附在它的MagSafe上 我的這個Pro這顆不行 吸上去的一瞬間我也有覺得 唉唷 酷喔 但也還好啦 因為我也很少用MagSafe充電 最後簡單說他們三個評分一下 一二代給它69分 一開始我覺得它非常的棒 但跟隨時間那麼久 它聲音聽起來感覺 我覺得就是比較普通的耳機 然後把它線剪斷 而且也都沒有支援空間音訊 這些規格 整體現在有一點偏舊 然後是Pro Pro呢 我給87分 因為它有降噪功能 又有3D音訊 白相給90分 但是因為會癢 所以扣了3分 整體我覺得不錯 三代我給85分 它整體是不錯 聲音好 然後又有空間音訊 但是我覺得它定價稍高 會覺得這價格不上不下 倒不如只上Pro 還有降噪可以做開關 而且加上有點不太適合我的耳朵 我個人是把它排在Pro之後的 如果這三顆一定要選的話呢 根據我自己的使用場合 我會選擇Pro 第一點是因為我有時候 會滿需要打中運輸工具 還有很長 會有在吵雜的咖啡廳工作的場景 所以我滿需要降噪的功能 它的音質其實也不錯 但就是沒有最新的這顆這麼好 但它有降噪功能 這個是我最大的訴求 所以它是我的首選 是真的耳朵非常癢 就是時機到點必須掏 但如果你肩帶耳機的需求 不一定需要降噪 其實想要在家或辦公室 一些都滿安靜的地方的話 三代是一個OK的選擇 畢竟它是最新的 有更好的音質 又有更好的空間音訊效果 整體聽起來都不錯 但我不會推薦你媽商買 因為剛出價格通常比較低 我會覺得你可以等等 等到有一些折扣 或是有活動的時候 再來錄手 會比較符合我心中的LAG定價 那一二代還可以買嗎 恩...也不是不能啦 畢竟如果不要比較的話 你也不會覺得它的聲音特別破 整體日常使用都還是很OK的 只是說放的真的很多 要買真的要注意 最後我自己的一件小建議就是 三代要買的話 我會比較推薦在公網買 因為我自己帶的不太合適以後 我會請幾個朋友來試帶看看 有些人會覺得 三代特別好帶 它很吸引 因為一半人跟我一樣覺得 三代戴起來不舒服 尤其是耳朵小的人 他們覺得三代太打殼 所以這部分 我無法很正確的評論 我會建議在公網買 如果真的不合適 至少官網的退換是比較容易 個人意見你們聽聽參考看看 再做過功課 今天AirPods 3的部分大概就這樣 這輪圓小逼啊 我還可以上一輪 Daze 我們下次見 掰掰